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留在了舞台上 它就是郭金发 郭金发以歌曲《烧肉粽》成名 人称低音葛王 肉粽葛王 2016年10月8日出席高雄市凤山区重阳节敬劳演唱会 在台上演唱《烧肉粽》完毕 却突然昏倒 紧急送医后仍宣告不知身亡 享受72岁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传了郭金发的最后声音 影片中他的现状一开始看似良好 不过就在40秒的地方却似乎开始感觉不对了 右手像是想撑住后方的桌子 同时声音开始略显微弱 接着他试着弯低身体 随着音乐节拍摇摆 一直到副歌 他几乎都无法唱完完整的尾音 等到唱完副歌最后一句 人便突然向后一倒 惊奇四座 让台下的伴乐团吓了一跳 主持人也赶忙上前 可惜送医后仍然毁天法术 宣告不知 此日上午官方进行验尸 并向家属询问郭金发生前身体状况后 发现遗体无外伤 判断死因为心脏衰竭 切无复验解剖之必要 便将遗体发交家属处理后事 医院接获报案指称 有民众头晕 需几户 出动救护车到场才知道当事人是郭金发 当时郭金发已无生命争相 他们尝试以自动体外心脏去颤器抢救 但储颤仪显示不建议使用 随改为实施心脏复苏数 但郭金发到医院时都没有恢复心跳 在事件发生不久后 有名长辈也不是倒地 索性被救起 但另一名68岁陈姓老翁摸采重头奖后 不知是不是太兴奋 也昏迷倒地 送医不治 当晚包括郭金发在内 共有三人倒地 两人不治 离奇的巧合让参加活动的民众们议论纷纷 她的告别式在高雄举行 场面哀气 上千人在烧肉粽的歌声中送别这位一代歌王 而与她结婚超过50年的妻子何英子 更是数度哭到在他人怀中 还因为悲伤过度 到医院打点滴 但她还是在告别式上 要老伴放心地走 儿子媳妇都会照顾她 并许下承诺 下辈子还要再嫁她 引言人彭恰恰透露 郭金发与妻子感情恩爱 两人总是互称哈尼 而郭金发最自豪的就是娶了初恋情人当老婆 而何英子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气不成声 匆匆挂上电话 似乎还无法接受至亲促世的消息 自身艺人谢雷 张琪则怕老友一路走好 对于父亲的咒识 儿子郭建盟说 父亲涌得像一头牛 却走得那么突然 从此我欠一个爸爸 妈妈也欠一个鸳鸯伴侣 爸爸也走得太潇洒了 什么都没交代 就在舞台上走了 我们真的不甘心 他感慨地说 父亲享受72岁 生前仍卖力刨唱演唱 常告诉另一半 我这么努力赚钱 就是为了让你有幸福的生活 生前最遗憾的是没有得过类似金曲奖的奖项 还交代他要记得买雨天演唱会的票 并要送花篮致意 不料这竟是父亲交办的最后一件事 不少媒体提及郭金发在演唱该曲拉长音后 才突然弃绝倒地 但郭金发的望连交 吴国珍却表示 郭金发身体不适 歌声早已透出端倪 据他的观察 郭金发在演唱时 开口第一句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浑厚力道 力气明显不足 据悉 了解郭金发的亲友都知道 他的个性沉稳压抑 且对自己的歌手身份及歌唱事业尤其看重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总是怕造成别人的麻烦 故遇到状况多是闷在心里 宁愿多付出或吃点亏 选择自己咬牙撑过去 因此分析 他非常可能是在演出时已经感到身体不适 但因为敬业 所以选择唱好唱满 最终身体受不了 遗憾受场 1944年3月 郭金发出生于台北市大道城 是皮鞋店老板郭兴旺的第五个孩子 小学毕业就跟着父亲学做皮鞋 15岁参加广播电台唱歌比赛夺得冠军 从此开启了自己的歌唱生涯 之后 他和林春福 陈牧 赖千奇组成了四起式合唱团 但没过多长时间 合唱团就解散了 服役期间 他成为了电塔唱片企下鸿派歌星 退伍后又加入了电影业 1959年 他重新诠释了邱东松创作的《卖肉粽》 日后被称为《烧肉粽》 把歌词自卑自叹歹命人改为轻快的 想起戏汉狠活动 逃过被尽的命运 让此曲成为经典民歌 他也成为不二的代言人 作为60年代知名的闽南语歌手 他的歌声低沉而又雄厚 韵味十足 极其有特色 当其深沉而浑厚的嗓音唱起街景小人物的悲歌时 格外显得沧桑及凄凉 总是深深打动着歌迷的心 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 他唱的一首闽南语歌曲《烧肉粽》 红遍大街小巷 这首歌曲除了曲调让听众十分亲切之外 歌词内容更是道出了市井小民的无奈和心酸 因为接地气所以受欢迎 这是社会生活中不便的准则 除此之外 他还有很多曾经快制人口的歌曲 比如台湾人 命运的锁链 行船的人等 均在上世纪60年代被大众所喜爱 广泛传唱 其中 台湾人更是一举入选唱片圣经 被乐评人评委称赞 真正男人的绝美声音 一张百年一遇的完美大声唱片 告别仪式上 于天夫妇 康红 贺一行等人 均前往高雄调研 于天一见到郭金发的遗体 就忍不住放声大哭 他与郭金发结识50年 两人情同手足 原本说好郭金发一表演完就要赶场 会与同一天办演唱会的于天碰面 如今却阴阳两隔 当他在演唱会中得知消息时 完全唱不下去了 郭金发生前和于天 刘福柱 刘朗 翁清熙 及倪敏然 曾结拜为六兄弟 如今只剩于天和刘福柱 剑载 刘福柱透露 回忆起过去六人在秀场上认识 当时大家做完秀 经常聚在一起抽烟喝酒打牌 也因朝夕相处建立起了革命情感 加上彼此的个性都是有话直说 十分合得来 便在刘朗提议下成兄道弟 他表示 自己的个性比较柔和 郭金发就比较憨厚 于天则是很热心 也哀叹到一位艺人唱歌五十年 最后是在台上结束生命 虽然不舍 但很圆满 他是有福气的人 没有痛苦太久 当两人上台缅怀致辞时 男人悲伤情绪 泪流满面 还演唱了歌曲《思慕的人》 献给郭金发 过程中还不断适泪 甚至一度唱不下去 只要想起好友的离去 就格外伤感 之后 刘夫柱难过地提到 郭金发生前对朋友耿直 待人踏实又诚恳 自己依然向他学习 对于好友逝世相当难过 他想到 当天在魏武营表演时的情景 甚至说到气不成声 感叹 那天在魏武营 我把麦克风交给他 结果就发生这种事 依然难以接受 当晚 他离开晚会现场 不到五分钟 郭金发竟倒地不起 他强忍哀气表示 所以郭金发是很有福报的 他的一生献给了歌唱舞台 我们没读过什么书 可以把唱歌当成专业 最后在唱歌的时候走掉 米南与歌手陈思安谈到 郭金发和他们家的关系很好 互称亲家 因为他家的小妹 是郭金发的干女儿 而郭金发小儿子郭建盟 则是他们家的干弟弟 之前 郭建盟选市议员 他还曾帮忙主持多场说唱会 他到现在都还记得 在唱歌事业低潮时 郭金发对他的帮助 从相关信息可以看出 郭金发一生所获得的成就 令人瞩目 也算是颇富省民 功勋卓著 只是 以72岁的高龄 猝死在演唱舞台上 着实让人扼腕叹息 这也不仅让人想起一句常言 善有者腻 善起者舵 以舞台闻名 狭耳的他 最终魂归舞台 不知道算是宿命还是巧合 然70多岁高龄 正是一样天年 修身养性的不二时期 且此时的身体机能 各方面都难以与 年富力强时相提并论 对于登台演出 四处现唱之举 实在不易 且《烧肉粽》这首歌 是极其耗费肺活量的 他在第29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上 现唱辞曲时 光是其中一个烧字 就唱了25秒之久 当时还被观众狂赞 佩服不已 这对年轻人来说 当然不值一提 但对于一位 已经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说 就十分危险 不可小缺了 近时隔一年 他就因一口气提不上来 与世长辞 不过 无论如何 郭金发的死 对台湾音乐界 与热爱他的歌迷来说 都是一桩汉事 他毕竟曾经给台湾广大群众 带来了难能可贵的精神食粮 他演唱的民谣歌曲 也慰藉了大众的心扉 给予了大家弥足珍贵的温暖 他的嗓音是天赐的神器 希望他能一路走好 在另一个世界继续自己最爱的音乐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